印度的變種病毒輸出國際 新加坡是深受其害 當地公衛專家警告 同時存在了多種變異株的情況之下 印度變種病毒 明顯強過了其他的病毒株 已經成為了最強的主導 可以說是一桶了病毒江湖 官員愛家愛戶噴灑消毒劑 希望可以阻斷病毒傳播 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 近日席捲農村地區 而且大多數村莊都無力抵抗 全家大小被新冠病毒滅門 屍體順著恒河到處漂流 新加坡公衛專家更警告 印度變種病毒迅速蔓延 一桶病毒江湖 印度變種病毒株B16172 可怕之處在於本質上產生變化 成為最頂端存在的變異株 近期新加坡傳播的印度變種病毒 在患者呼吸道中殘留的數量更多 不過印度疫情近日擁有新挑戰 毛眉菌感染症又稱為黑針菌症 屬於罕見疾病 其中感染肺部時 會造成患者呼吸困難 嚴重時可能致死 疫情最嚴重的馬哈拉什特拉省 已經有90人因此喪命 然而有效防堵新冠病毒的方法 就是接種疫苗 波瑞疫苗證實對印度變種病毒 有超過7成防護力 波瑞疫苗對原始病毒株 有9成5防護力 近期針對超過30種變異病毒 進行測試 證實能有效預防感染印度變種病毒 不論有症狀或無症狀患者都有防護力 記者葉立委綜合報導 以巴衝突至今11天造成了244人喪生 12萬人流離失所 在國際社會的努力斡旋之下 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 已經達成了停火的協議 從當地時間的21號凌晨2點 也就是台灣時間今天早上的7點鐘 開始正式的生效 以巴衝突進入第二週 終於傳來令國際間鬆口氣的消息 被批評當以色列靠山的美國 拜登總統在各方壓力下打了四通電話 給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一度揚言打到底的以色列總算願意 和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 達成無條件停火協議 21號凌晨2點鐘正式生效 但並未提及停火持續到何時 居民以人肉對抗以色列軍隊 以巴衝突熱區加薩走廊 歷經11天火箭洗禮千瘡百孔 戰火波及的還有年幼孩童 一名六歲女童在瓦麗堆下 被困了七小時 被救出時不哭不鬧 滿臉傷痕 不懂大人到底為了什麼開戰 聯合國秘書長形容 如果人間煉獄存在 那就是今日加薩孩童的生活 擔憂在好戰分子催化下 好不容易才平息的戰火 在先衝突 記者綜合報導 他們會確認 他們會兒童的生活 儲quez 中間 微不斷 輪策 1